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香港有一個男主 跟他兩位朋友 頂高位二十二號 為香港入境高雄 照規定要及到減業十四天 但是這四天而已 他們三人就開車出門去吃飯 每一個人都給發款十萬塊 而且共責來送一種減業儲 但是三人向歡迎 來申請到馬上適用 高雄提高歡迎心理力後 認定這個衛生局的定屬 並沒有違法 栽定破壞 外面裡面是違反規定的香港人 跟兩位台灣人 三人在 上五月二十二號 從香港來高雄 照規定要過二十四天 結果才第四天就走出去吃晚餐 當然後有先叫另外 和警察已經在門口等人 三人都給他們一張十萬塊發動 反居家檢疫的相關規定 白雅共在上邊當一張檢驗室 不過三人向歡迎申請給他們放出去 因為心理後任由衛生局 政黨無違法 那高雄是第一例這樣子提出提審的 那我們也跟法官做了通文說明之後 法官當場就才是他們提審的部分不成立 正前高雄風雨路關裡面 有多一天無意規定點在房間裡面 還不是頭早出去吃泡麵 另外一個一天走出去房間 看到風雨臨完 趕外頭回來 不過走出來這八廟已經緩緩 就這樣都給開幾十萬 這個新聞時間讓大家看到 我們臺灣經驗 更因為這樣站在美國CNN的網站 這次歡迎各位整個發情 送去一張檢驗室 又一次讓大家看到 我們對風雨的決心 在那一張還沒收拾真正 千萬五湯棒方紅